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安装我们的Redis了 也已经启动我们的Redis 写了一个简单的命令 当我们输入完一个命令之后 我们更多的是期待 这个命令写完之后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复 那这节课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Redis中我们写完之后 命令的一个返回值 好一起来看一下 第三个命令返回值 那命令返回值在Redis中一共有这么几种 第一个就像我们写完乒乓 这是一个状态回复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回复吗 有像我们的错误回复 回复啊 接着还有第三种像我们的这个整数回复 之后呢我们在写这些命令的时候呢 都会看到这样一些回复 先把这些命令返回值 搞定之后 我们再来学相应的一些简单的命令 第四个 还有像我们的字符串回复 一会儿呢我们带着大家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那第五种呢 还有我们的多行字符串的回复 一共这么五种形式的返回值 那首先第一种状态回复 那状态回复呢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回复 比如说我们像Redis发送一个set指令 可能设置一个键 那接着呢当你设置完这个键的直值 我们这个Redis可能就会回复一个OK 代表设置成功 那这样就是一个状态回复 或者我们之前写回这种ping 写个png 这样的命令 接着运回车 我们是不是得到了一个pump 这也是一种状态回复 我们可以看一下 接着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我就没有打开我们的虚拟机 在windows下跑也是一样的 因为打开虚拟机稍微的有一点慢啊 我们就直接拿windows下这个客户端来跑 直接cd.g盘 切换的啊 已经在这里了 直接打开 Redis 打开启动我们的服务 server 以指定配置文件的形式来打开 好 你看到已经打开了 打开之后我们再来打开我们的客户端 cd.radis64 接着radis-cli 启动了 启动之后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写成一个ping 你看得到一个png 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一个状态回复 或者我们先简单的设置一下 这个命令我们之后都会学到 set一个test 直视 this is a test 你看 ok ok 这种形式 这就代表一个状态回复 那接着第二种我们说了 第二种形式就是我们的错误回复 那状态回复中大家就可以写成一个ping 会得到一个png 对吧 或者你就写一个set key set 写成一个test 直视 this is a set this is a test 首先还需要清楚一点 在我们radis中我们写的命令 也是不区分大家写的 像你写大写的set和小写的是一样的 不信的话我们来看 假如写成一个小写的set test1 直视 脉子 也是可以的 包括你写个大写的ping 也是可以的 跟我们这个circle命令差不多 不区分大家写 但建议我们这种系统命令 写上大写的形式 和名字有关的 我们写成小写的 写成小写的 养成一个良好的书写习惯 那接着再往下 看到我们的错误回复 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命令写错了 它就会告诉你 一个错误的提示 那这就是我们的错误回复 那错误回复都是以error开头 错误回复 以error开头 我们一会也可以看一下 后面能跟上你的错误信息 这样的一个形式 假如说我们写成一个命令 我们随便写一个没有的命令 写成一个testerror 你看 就随便写的一个错误的命令 接着 error error unknown command testerror 没有这样的命令 它就会给你一个错误的提示 这是一个错误回复 看到了 以error开始跟上错误信息 这样的形式 我们也可以把它拿过来 这是第二种形式的回复 那第三个整数回复 也可以 那整数回复呢 虽然我们这个redis中呢 没有这个整数类型 但是呢 它却提供了这样一些 用于整数操作的一些命令 之后我们也会看到 这样以后我们学到的递增值 我们可以通过像incr 这样的命令 会以整数的形式 返回递增后的见值 或者说有些命令呢 也会返回我们的整数 假如说我们通过像dbsize命令 可以获取当前数据库中 见的数量 那也会返回一个整数 那整数回复呢 是以我们的引滩格 开头 后面呢跟上一个数值 你看你可以这么来写 写上一个dbsize 写上这样一个简单的命令 它会返回我们数据库中的 这样的一个建值的数量 那这个命令呢 先不用管 先看一下它的返回 返回值 是以intengar开始的 以intengar代表整数 后面跟上一个数值 来返回 这是我们的整数回复 接着第四个 还有我们的这个字符串回复 那字符串回复呢 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回复类型 等以后你会写命令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 回复的是一个字符串 假如说我们要请求一个字符串 类型的建值 或者说一个其他类型中的 某个元素的时候呢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字符串回复 像我们刚才设置过set key set一个test 值是this is a test 又set一个test1 值是我们的math 假如说你想得到这个test 这个值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先来看一下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字符串 我们可以通过get的命令 来获得get test 你看得到this is a test 这返回的就是一个字符串 包括得到一下get test1 得到了我们的math 这返回的也是一个字符串 你可以先这样来测试 这是和字符串相关的命令 你可以得到一下get 假如说我们写过的test 得到哪个键的值 那有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键不存在的话 你还会看到返回这样一个形式的字符串 假如说我们这里边没设置过 test就一堆一堆一堆 你看它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呀 nale nale呢代表的是没有值 这也是一种回复 一个空的结果 就会显示成我们的nale 把它也给你放过来 nale代表空的结果 这也是你经常会看得到的 接着再往下 最后一个状态回复呢 就是我们的多行字符串的一个回复 那多行字符串回复呢 也很常见 假如说我们要请求一个非字符串类型的元素 列表时 就会收到多行字符串的一个回复 那多行字符串回复中 每行字符串都会以一个序号开头 讲123456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来试验一下 假如说我们想看一下 这个数据库中 都有哪些键名 有哪些存在的键名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这样的命令 case 跟上一个信号 你看一共有两个键 那返回的也是一个多行字符串的回复 你看到每一行字符串前面 是不是有一个序号 12 假如说你再说这一个 set test2 指示 test2 三个 test3 就随便来写一下 自符串一些相关的命令 接着你再写一个case 它就会返回1234 这样一个多行字符串的回复 也是可以的 也是很常见的 把它可以给你拿过来 一个简单的命令 case 加一个信号 得到当前数据库中的这个存在的键值 存在的键名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你看到了我们的命令返回值一共这么五种 所以说 所以说先把这些常见的命令返回值先知道一下 因为以后呢我们会写一些常用的命令都会看到不同的一个回复 这也是我们刚开始在学习我们redis的时候需要掌握的内容 好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一起带着大家了解一下redis配置选项相关的内容